4月11日,浦东国际人才港开港。据了解,浦东国际人才港地处上海自贸试验区张江片区、张江科学城核心区,在一网通办服务平台,申请人只需一次填报,就能实现提前预约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依表申请。 与此同时,浦东国际人才港采取一窗受领模式,申请人只跑一个窗口即可办理相关事务。 人才港还组建了一支全港通帮办队伍,让来华外国人享受到改革便利,进一步优化用户体验,实现一战服务。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居留许可审批可在五个自然日内完成。 据官方介绍,这是浦东新区率先改革突破实现的中国首创。 外造也是我们今年政务服务一往通办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我们把原先三个部门的三个串联的环节,里面有十几个步骤,我们进行了一些精准的设计,实现了这种并联办理,大大提高了审批的效率。 原先最快12个工作日,现在我们把它整合了之后,A类的新办证人才可以在五个自然日就办结。 来自德国的乌尔里西,在11日开港的浦东国际人才港办事大厅里,拿到了新办理的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 他惊讶地表示,浦东办证效率非常高。 之前的办证效率比较高,我现在只能够在我们的HR区区许可,而在短期间的办证效率已经获得了两个自然日子,那当然非常好。 大幅提升的办事效率不仅让来户工作的海外人才喜出望外,拼用海外人才的企业也更加审时审利。 上海左广印象有限公司人事负责人王方蕾表示,以前申请居留许可要先去人社区办理就业证,才能到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居留证。 即使走绿色通道也要许多时间,现在只需五个自然日,就能同时拿到两个许可证。 这一系列的便利举措让企业人事部门日常工作的效率也随之大大提升。 我可以在系统里面预约体检,还有可以申请直接申请办理出入境的居留许可,这样可以帮我省去很多去各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窗口办理一个手续的时间,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感谢观看